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健康并不在于你减轻了多少体重 而在于你获得了多少有质量的生活 我们再看一张图 就是说健康可能不显得那么重要 直到你不再拥有它的那一刻 那我们看一下就说美国疾病中心的一些现实数据 那根据呢就说很多科研表明 人的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呢 导致了美国肥胖症流行 肥胖是一种病 其实现今呢大约33.8% 就是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和17%的儿童和青少年 体重属于肥胖 那肥胖的定义呢就是BMI Body Mass Index 就我们所说的体重指数大于或者等于30 那很不幸作为亚洲人 我们的身体结构跟欧美人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体重指数如果超过27 可能就是属于肥胖这个范围了 体重过重 如果就是体重过重那也就算了 但是呢它会增加人患病甚至死亡的那些风险 那有些人说 哎呀我体重挺好的 没啥事 如果你饮食不健康 就算你体重在正常范围之内 那这些习惯呢与导致身体不是 甚至死亡的这些疾病呢 也是息息相关的 这些疾病呢包括心脏病啊 高血压啊 二号糖尿病啊 骨质书生啊 和先某些癌症 但是呢通过明智的选择食物 我们可以保护自己 免受或者减少这些疾病 对我们身体的困扰 后面呢我们有一张图呢 会具体解释一下 那大家觉得这是一张什么图 对 美国地图 更具体的说呢 是美国肥胖症分布图 就是百分之 你看看这个绿色带点点的 是属于肥胖就绿超 小于百分之二十的 可惜美国一个都没有 就是绿颜色的 不带点的那个绿色的 是属于二十到二十五之间 零零星星两三个 那黄颜色就是属于肥胖症 在肥胖率在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之间 一半大约一半 那有点粉色的那个呢 是三十到三十五之间 那也差不多是一半不到一点 那这个深红色就是属于超肥的那些周 百分之三十五 你看也有不少 大约有八个 我们呢会具体检视一下 那美国呢被人嘲笑 说是最肥的国家 其实这不算最正确 美国不是最肥的国家 还有国家比美国还肥 但它真的是最肥的国家之一 2017年的那些数据 全世界最肥的二十五个国家 美国名利第十七 你看就说小于百分之二十的 一个都没有 就是二十和二十五之间 只有三个州 是不好意思 这有一个我犯了一个错误 这不是华盛顿DC 就是Destria of Columbia 是哥伦比亚 还有一个就是科罗拉多 还有一个就是夏威夷 那你想想 就说哥伦比亚跟夏威夷 说穿了都不算是美国本土的州 你说外国都可以 所以美国本土才一个其实 但你看一看 红的升红的超过35% 肥胖率的八个 全是美国本土的 而且是比较靠中部的 那你看一看 就爱荷华州 西弗吉尼亚州 奥克拉哈马州 阿肯瑟 阿拉巴马 路易塞纳 密西西比和罗德岛 这些三分之一的人 都是属于肥胖 但是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 后面有张图片呢 会解释一下 就是 如果你注意饮食 良好的饮食习惯呢 可以预防95%的疾病 包括肥胖 那大家想一想 有些人呢 一看健康饮食 第一个感觉 就是我不能吃 我不可以吃 我要节食 我要进食 我要瘦 瘦瘦 瘦成一道散电 或者是呢 我一切喜欢的东西 我都不可以吃 其实 这并不是这样的 它呢 所谓的健康饮食呢 是通过平衡 饮食和生活 它让你呢 会精力更充沛 心情也更好 健康改善 然后呢 也感到自己 也感觉得很棒 并不是一律的 节食进食 那健康饮食 我们看看 它有些什么重要性 它是健康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 健康的饮食呢 切合运动 它能帮我们 保持健康的体重 降低患各种 慢性病的风险 促进了整体的健康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做到健康饮食 那我们看一张图 就是MyPlay 就我的餐盘 这是呢 美国农业部 就是USDA 它创建了一个 易于遵循的饮食指南 它呢 可以帮助我们 很清楚地理解 并且遵循 营养均衡的饮食 那我的餐盘呢 顾名思义 它用了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图案 就是一个用餐的餐盘 来向我们说明 我们日常中 五主食物的结构和分配 是我们该遵循的健康饮食准则 那我们看一下 那几个奶五主 水果 蔬菜 水果蔬菜呢 建议百分之五十 那我个人呢 觉得作为营养师呢 水果和蔬菜 蔬菜应该更多一点 水果呢 稍微少一点 因为水果虽然很健康 它满甜的 糖分很高 那主食呢 给四分之一 有些人呢 现在很流行的一种想法呢 就是主食不吃 这其实挺不健康的 主食一定要吃 但是呢控制量四分之一左右 还有呢 就是蛋白质类 就是说 肉类或者素食者 就是一些豆制品啊什么的 也占百分之二十五 蓝色的那个呢 Dairy 那其实直接翻呢 可能就是奶制品 但我觉得用液体更好一些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喝奶制品 特别是我们亚洲人 所以呢 在我们用餐之前呢 我们想一想 我们的餐盘 我们的杯子 我们的碗 想一想如何平衡和搭配 这五组食物 我这边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 健康饮食的几个小贴士 那刚刚就是说过 百分之五十 留给蔬菜和水果 蔬菜尽量多一点 水果稍微少一点点 然后呢 记住 尽量让你的餐盘的水果的 蔬菜水果的颜色呢 丰富一点 不要只吃单一的那几种 反反复复的吃 尽量颜色多一点 而且呢 尽量选择颜色深一点的蔬菜 就比如红色的 西红柿啊 橘色的啊 胡萝卜啊 那个深蓝色的 深紫色的 这种茄子啊 绿色的西兰花啊 菠菜啊等等 然后呢 如果你要将水果放在 你的就餐的餐盘当中呢 你有好多种 你可以作为煮菜 配菜或者甜点的一部分 但是记住控制量 因为它对年纪大一点人 特别是就有糖尿病的人 或者是有癌症时的人 太甜的东西 毕竟不是最好 然后呢 为什么说水果 蔬菜的颜色要丰富呢 因为它颜色越丰富 你呢 就越可能呢 获得每日 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啊 矿物质啊 和纤维素 那主食 就是说 尽量多选一半 给那种全骨类 那我们怎么做呢 就用五骨炸粮 来代替白米白面 就比如说吧 你喜欢吃白面包 那尽量买全麦面包 或者自己烤全麦面包 那你平时喜欢吃白米饭 那加点糙米进去 如果全部糙米 实在吃不下去 那一半一半 也还可以 那就说 你建议你买东西的时候呢 看一看那种食物成分表 一般性的食物 后面都有会一个成分表 你尽量买一些 全骨类的东西 就比如说 你会看到那些 类似的成分啊 全麦啊 糙米啊 小麦啊 荞麦啊 燕麦啊 燕麦片啊 黎麦啊 等等这种 那我呢 放了不少的图 这样呢 大家也会精神一点 看一下 就e less from a box and more from the earth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尽量多吃一些 原生态的食物 少吃工业化的 盒装的食物 对 对 就原生态 越接近食物的原生状态 它就越好加工少嘛 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比较少 那就说是 就刚刚讲 就低脂 无脂 如果你奶制品 可以喝的话 就尽量选择一项 低脂或者无脂的 那些奶制品 因为低脂和无脂啊 它的奶制品 跟全脂的相比 说穿了 就蛋白质啊 钙质啊 它含量都是一样的 唯一的差别 就是它的名字 就是脂肪 还有热量 再说了 就是华人呢 不太其实 很多华人 包括我妈妈也是 她喝不了奶制品的 所以呢 一般性呢 就豆浆啊 坚果奶啊 豆制品啊 可能会更适合我们一点 其实也更健康一点 那就说 如果你选蛋白质食物的话 尽量选一些瘦一点的 那什么是瘦型蛋白质呢 就是瘦肉啊 家禽类就鸡啊肉啊 海鲜啊 干豆啊 豆类啊 豆制品啊 鸡蛋啊 坚果啊 种子啊 这些都是瘦型蛋白质食物 然后呢 还有在选肉类的时候呢 建议呢 鸡丫肉呢 尽量皮不要吃 有些觉得这种皮 还挺好吃的 但是还挺肥的 然后猪肉啊 羊肉牛肉啊 尽量选一些 比较瘦的那部分 就像超市里面 有些碎牛肉 我们买最瘦的 有99%的 还有盐 中国人可能盐用的不是最多 但酱油可用的不少 所以呢 在我们煮食物的时候呢 尽量控制下你的盐 还有些酱油的用量 还有你就在买那种成品 和半成品的时候呢 也是看一下那种 食物的营养成分标签 尽量选一些低盐 或者是低钠 那是一样的那些品种 还有呢 就是说罐头呢 尽量不要吃 但实在有时候 没办法的时候 你吃呢 尽量选那些 低盐啊 少盐啊 或者无盐的那些产品 盐吃多了 对心脏不太好 水 大家要多喝水 少喝含糖的饮料 碳酸饮料 能量饮料和运动饮料 是美国饮食中 糖和热量的主要来源 其实美国人那么胖 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含糖的饮料喝多了 所以呢 应该怎么做呢 就建议用水 或者是不加糖的 无糖的饮料 来代替含糖饮料 这样呢 可以非常有效地控制 和减少卡路里的摄入 后面我有张图 给大家看一下 大约会有多少卡路里 很多人呢 我以前看过一个病人 来跟我讲 这个水一点都不好喝 没啥味道 那水本来就是没什么味道 但是你从小喝惯了 有味道的东西 那就喝不下去嘛 但是如果有些人 也不爱喝水 觉得水没什么味道 那就建议你加一点 柠檬啊 黄瓜啊 或者水果啊 而且我们中国人 特别喜欢喝茶嘛 茶又健康 那你就放点茶吧 这样提升点味道 对身体又好 那我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可乐 这边的人几乎好多人都喝 你看看这一听小小的可乐 就八盎司的 小的那个 你看热量有多少 很 就140卡 你知道你跑步 跑个半个小时 你就消耗掉多少卡 也就消耗掉150卡左右 200卡左右 就看你怎么跑 你想想很容易 就这么一点点东西喝了 那很多人就喝一小 他就喝大的 那三四百卡就进去了 而且大家看一看 其中含糖量多少 39克 39克什么概念 你这一杯可乐 半杯是糖 全都是糖 那果汁 很多人觉得果汁很有营养啊 而且这是写了什么 100% Natural Orange Juice 就是说新鲜的 100%鲜果汁 是鲜果汁啊 他跟你说了没加糖吗 加啊 加了很多糖 大家看一看 有多少克糖 23克 不少吧 比这个39克少一点 但你这一杯里面 三分之一也都是糖了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爱 喝果汁 特别小孩子 什么呢 吃水果吧 尽量 牙还好的话 如果你也想喝果汁 尽量吃水果吧 这样糖就少很多 那海鲜 如果呢 就说每周呢 建议吃一些海鲜产品 如果呢 还有特别是鱼类 因为呢 海鲜呢 它有丰富的蛋白质 矿物质 还有软磷脂 就是Omega 3 如果你不对海鲜过敏的话 就建议每周吃的 吃个一到两次吧 特别是鱼类 三文鱼啊 金枪鱼啊 都特别好 这里我特别提一下 反式脂肪酸 尽量少吃 或者不要吃 这是全世界就有很多科研都证明的 这种反式脂肪呢 对心血感系统 审害巨大 因为它呢 能够提高坏胆固醇 降低呢 好胆固醇 增加了患心脏病和中分的危险 那在2005年左右 就全世界都闹得沸沸扬扬 很多国家都把反式脂肪酸给禁了 那美国呢 说禁不禁的 就后来呢 就决定了是什么 就是说 很多别的国家都是一定 如果有一点点含量 都一定要标出来 美国呢 是0.5克以下 每份里面含0.5克以下 它可以不标 或者什么标为0 所以呢 你有时候觉得 你买了有些东西呢 你觉得是没有反式脂肪的 或是0的 其实未必 那我们看一下 反式脂肪酸的 主要来源是什么 蛋糕啊 饼干啊 甜点啊 这些培考类的 还有就油炸的食物 植物的黄油 我们就说的那种麦其林啊 还有披萨啊 加工肉类啊 这种东西呢 尽量少吃一些 因为对心脏特别不好 那这个呢 就是 大家 记住 不要用刀擦来自掘风物 就吃 吃成这样 就啥病都出来了 那饮食呢 暂时讲到这里 我们来讲一下运动 运动呢 非常重要 运动呢 跟健康的饮食 有时候差不多 人家一想运动 这个运动好像 蛮难的 其实并不是 运动呢 是健康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 它其实比你想象当中呢 要容易得多 如果你找到 适合自己运动的话呢 你不仅会变得更加健康 而且感觉也会好 看上去也会更棒 那我们看一下 运动有些什么益处 它能防止心脏的疾病 癌症啊 中风啊 等等等等 各种的慢性疾病 它能控制体重 它能让你身体 更加结实 强壮 因为你的体脂会少 你的骨骼和肌肉 甚至关节 也会更加强壮 心肺 也会更加健康 而且呢 你如果经常运动呢 你的身体的强度啊 和耐力啊 都会更好 也会改善睡眠 刚刚Bian就提到说 现在不少人 都抑郁啊 什么的 你看如果你多多运动 抑郁症的可能性 也会减少 你的精力也会更好 压力也会少一些 而且能够增加 长寿的机会 那我们就说 说一下 运动的指南 因为不是所有的运动 都适合所有年龄的 所以我们就大约分一下 分为非老年人和老年人 那非老年人 建议呢就是 多动动 少做 能走就多走走 能动就多动动 那每天呢 至少30分钟 每周呢 5天 中等强度的运动 那或者呢 每周75分钟 到150分钟 剧烈的 有氧运动 或者是 等效的 中等跟 剧烈的那种 结合起来的 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呢 更好一点 这无论是 对心肺健康 什么的 比跟无氧运动相比呢 对身体更好 那尽量呢 每天都运动 不要把每周 所有的运动 放在一天 还真有些人 他就是属于 一个礼拜 去一次健身房 把自己运动的半死 然后呢 余下的五六天呢 手指头都不愿意动的那种 这样并不是最好 然后呢 如果你要除 你要获得 除了基本维持 健康的效果之外 如果你想束身啊 让你的肌肉 更加强壮啊 可能你的运动量 就要加强 就除了这个 每周 每天半个小时 你可能要每天 要一个小时左右 中等强度的运动 那成年人呢 我们除了 就是建议的 建议最基本的运动之外呢 建议做一些 适当的肌肉强化运动 那其实可以很简单 在家里就可以做 你买个哑铃 举一举 做一些平板撑 做一些俯卧撑 这种都是挺好的 记住 肌肉呢 你不用它 它就会消失 因为它会萎缩嘛 You don't use it You lose it 就是这样 那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 年纪大一点人 适合的那些运动 建议呢 年长者呢 也是把运动呢 作为每周生活 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且呢 运动类型的多样化 就平衡运动啊 有氧运动啊 肌肉强化运动的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 老年人有时候运动 做得比年轻人更好 他们更懂得养生一点 那年长者呢 应该根据 自己的身体状况 来确定 适合自己的运动 有氧运动 年轻人在做 未必就最适合你的 所以要量体裁医 有氧运老的人呢 就是有可能患因 某种慢性疾病 所以呢 他们应该更了解 他们的疾病 他们的病情 确认一下 有氧运动 它是不是可以 安全地进行 如果就说 有氧运动 就不能 就因为身体的缘故 不能每天运动 三十分钟 每周运动 那个五天的话 那尽量就根据 自己的身体状况 选择一些 适合自己的运动 那像我上班的医院 有些老人家就住在 就坐在那个轮椅里面 但他们在轮椅里面 也是可以运动的 可以伸伸胳膊 可以踢踢腿啊 他们都有轮椅操 所以其实呢 如果身体适合呢 还是可以找到 适合自己的运动的 那我们这里嘛 来强调一下 就健康的饮食呢 是结合适当的运动呢 可以让你保持体型 减少各种慢性疾病 促进身体的健康 让你成为一个 更健康的你 那如果运动是国王 那健康饮食就是王后 把国王和王后加在一起 那你就拥有了 整个健康的王国 那我今天准备的 比较简单 也想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问 那这里面呢 一些reference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 其实呢 在美国呢 我们住在这个国家 有些地方 有很多很多免费的信息 有些各同的研究机构 有些呢 是属于政府的机构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信息 都非常有用 而且都是 就是说是研究 大量的数据 支持的那些 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到这些website 可以去看 中文啊 中文啊 好像不太有 但是现在 现在谷歌很强大 你可以用Google Translate 就是说 不能说翻的全部对吧 但你又翻个六七成 大约的样子 你也可以 看了个七七八八了 它现在翻译 还蛮强大的 人的肠胃道 是人的免疫系统 排毒系统的一大 非常重要的一大系统 如果你就是说 是你上厕所不太好啊 什么的 你就很可能身体就不是最最好 多吃蔬菜 多喝一些水 你这样你就会 上厕所会比较顺畅 比较通畅 更不要说了 那个蔬菜里面 有各种各样 别的好的东西 就是说 维他命啊 矿物质啊 Honey Honey呢 相对来说 比别的糖 要健康一点 因为它有含一些 维生素 矿物质 但是再健康 它也是糖 它很甜 不要吃 可以吃 少吃一点 因为Honey 再健康 也是糖 就是说你可以 你有些东西 你上咖啡啊 或者什么 你要放一点点糖 你可以用Honey 但不要因为觉得 Honey很健康 我可以 每天可以喝很多 那糖就 很多糖 因为它就是糖 Vitamin D 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 那如果我们喝牛奶 不喝五脂的 脱脂的 那你就喝不到Vitamin D了 完全不是 我刚刚那章里面 有讲到 就是说 油脂和五脂的牛奶 它没有 它在维生素 它蛋白子 就Vitamin D 什么的含量 没有任何的差别 它唯一的差别 就是脂肪 所以五脂 低脂 全脂 它维生素底 一模一样 唯一的差别 就是脂肪 然后唯一的差别 有人觉得 全脂的好喝一点 因为脂肪多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热量的计算 它是怎么算的 就我所知 应该是把 比如说蛋白质 或者是 一个面包 它的热量 去把它燃烧之后 增加的热度 把那个水温提高 提了多少度 然后算它的那个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身体里头的 一个 实际上 我们的身体去消化它 要花很多的力气 所以比如说 我们一个面包 一百卡 我们吃到身体里面 我们吸收的 可能不到一百卡 所以呢 就是说是 就是说这种东西呢 都是相对性的 所以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 要知道自己的 那个 metabolic rate 就是新陈代谢率 相同的东西 有些人吃下去 可能全部消化掉 有些人吃下去 可能全部吸收掉 真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怎么 你怎么能那个呢 你就根据自己的年龄 大约会有一个估计 根据你自己的运动的状况 它会很多 现在有很多这种APP 都会告诉你 根据你 它会让你输身高 你的体重 你的年龄 和你的那个运动的 那个你是属于运动很厉害的 运动很轻的 就是说是这种 它会告诉你 你每天 大约你会消耗 多少的热量 那有些人真是 我有些朋友 很能吃很能吃 每天吃好多好多 因为他吃什么东西 他全消化掉了 那有些人真的是 是属于 还真是很 很惨 有些人是 喝白开水都会胖 因为我们其实人类 在进化史上 很能储存能量的 几乎很多人 都是比较相对来说 很能储存能量的 而且特别是随着年纪 慢慢开始变到 我们代谢率会变低 什么意思呢 你需要 人体需要 平时我们一个小年轻 就是说你平时 坐着你都能消耗到 很多很多热量 但是年纪 慢慢大了以后呢 你的热量呢 消耗得越来越少 但是你 所以你相同的食物 吃进去呢 你有可能就会 长了 就会长胖了 所以呢 这个跟个体完全就是相关 就你吃一个面包 有些人吃一个面包 就是全部吸收了 就一个小面包 大约80卡吧 有些人就把80卡 全部吸收了 有些人呢 80卡 有可能就是50卡 已经你吃下去的时候 就消耗掉了 完全都不一样 根据身体状况 建议你就有一个 叫MyFitnessPal 有一个APP 非常好用 也是免费的 我等一下可以写下来 给你们一下 拿手机当下来 这个蛮好用的 会告诉你 你就把自己输进去 大约多少 就是说身高体重 年龄 各种各样的 输进去 他会告诉你 你每天吃东西 大约多少 是不是就适合你自己了 空肚子和柠檬水 那你看你身体的状况 有些人有胃酸啊 什么的 那就建议 不要空肚子和柠檬水了 如果这个空肚子和柠檬水 未必能减肥 我就是说 对 未必 但是那柠檬水 一般性你还是真是 不要空肚子喝 未必就是最好的 平时你当中的时候 喝柠檬水 因为柠檬水里面 有维生素C嘛 对身体还是比较好 早上起来建议 至少我是这样 我会喝一杯温的盐开水 一点点盐 对 因为生理盐水嘛 对身体比较好 但如果你血压很高 那就不要这么做了 未必就是好的 每个种族 它的身体不一样 而且生活的习惯不一样 就说中国人喜欢吃热的东西 我孩子就嘲笑我说 妈妈你什么时候都要热一下 那我都习惯了嘛 对吧 那我小孩子在这边长大的 恨不得什么都加冰水 牛奶还不热 就是这样 对吧 那跟身体的状况 还是内阁的 对啊 那我那时候在医院里面 我生第一个小孩 我在美国的医院里面生的 他给我一杯冰水啊 那中国人一想 这不要昏过去了 生完孩子怎么可以喝冰水 那就是这样 这边就是这样 但是说于 就是说喝的冷的热的 那就是根据身体的状况 我觉得东方人更适合 喝暖的东西一点吧 你说我们家两个小孩子 在美国生的 那我有时候也是建议啊 我说你早上喝一杯温水 他们也习惯了 他们早上真的喝温水啊 对吧 也就是那个 但吃盐啊 这一块 那无论是东西方 我觉得盐一定要控制 其实有时候人的舌头呢 你真的吃得越咸 那你也就习惯了 你就吃不出了 你试着 少放一点盐 你一个礼拜以后 你再去吃吃看 你以前吃得很咸的东西 你都觉得 咸的受不了 这种东西是trainable的 就完全是自己控制出来的 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想可能每一餐 要怎么吃才算是均衡呢 因为我发现 很多人早餐 其实吃得过分简单 对 过分简单 一个麦片 一个香蕉 就搞定了 那这个营养师可以建议一下 到底早餐怎么样 才是足够的营养 因为我觉得早餐是最重要的 你想想看 一个晚餐 你经过多少个小时 有些人晚餐还吃得很少 而且还是吃素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图又放回来了 大家就想一想 所有的用餐 都是尽量遵循 我的餐盘的那个规则 就一半分给蔬菜水果 尽量蔬菜多一点 水果少一点 记住四分之一 给你的主食 四分之一 给蛋白质 就像Vyvian刚刚讲 早餐有时候 大家聊聊草草过了 还很多人不吃早餐 其实早餐非常重要 你想想 你这个人睡了一晚上了 其实是属于fasting 就是属于是饥饿状态 为什么叫早餐 breakfast 就是break 那个fast 所以早餐你一定得要吃 还有一种说法呢 你不吃早饭 不吃早餐 youbreakfast 就是说 你就很容易身体就不好了 那就说 你看看早餐你怎么吃呢 你可以给自己一片左右的 全麦面包啊什么的 或者是 中国的中国人爱吃那种 五谷炸亮粥啊什么 但蛋白质就不要忘了 像我妈妈最喜欢吃的早餐什么 泡饭加这种咸菜 一点营养都没有说穿了 那你好得加个鸡蛋 对不对 那至少是有蛋白质 早餐呢 有些人很多人不爱吃肉 包括我自己 我早餐不能吃肉 但我早餐一定吃鸡蛋 因为蛋白质 就这是全蛋白 就很有营养 鸡蛋呢 大家就是 很多医生现在还在讲 鸡蛋里面的什么胆固醇 鸡蛋早就给频繁过了 胆固醇没什么问题 人是动物 就算你不吃胆固醇 你的肝脏 你也会造胆固醇 每天两个鸡蛋没有问题的 都说早餐如果你不吃什么肉类啊什么的 那你可以吃一点豆制品 豆浆啊什么的 你加个鸡蛋什么的 这就真的挺健康的 我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关于那个血糖的问题 好像据我了解就是 现在好多五十六十多岁的人 就是好像是准糖尿病的那个 还没有到糖尿病 前期糖尿病 pre-diabetes 我看过一个英文的报道 它说统计好像是两三年之内 如果你不能把血糖控制住稳定 或者让它降下来的话 它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很可能就转成糖尿病了 可能更高 对对对 就这个期间很重要 如果你控制不好 很容易转成糖尿病 pre-diabetes呢 是前期糖尿病 是可以扭转的 但如果你一旦到了糖尿病 那就跟你一辈子了 对 所以这个 好像我现在感觉 就我认识的朋友里边 好多人就是已经到 比如医生规定是6.5是糖尿病 很多人都在6到6.4 6.3这个地方晃来晃去 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 然后我的医生让我三个月 查一次 三个月查一次 那种A1C 对对对 追踪了两年也降不下来 但是老是在6.0 5.9 或者6.1 这个地方 然后现在医生就告诉我 OK你就这样吧 好像你不用再去 像以前三个月追踪 一次查一次 就这样了 也下不来了好像 不一定 我的朋友里边也有这样的 但是自己感觉 还是好像出于那种 临界状态很危险 对这种 你医生这种说法不对 就这样 那你很容易 下一次你可能查的时候 你6.5你就开始要哭了 真是 你尽量稍微运动一下 运动能够帮你控制血糖 还有呢 尽量就是用一下那些 全 就是说是 全骨类 全脉类的东西 来代替你吃的 任何的那些白米白面 还是蛮有用的 对我自己的感觉 以前我有一个医生 他告诉我高手 他就叫我不要吃水果 结果我系了一年 没有作用 然后我的那个血糖 从6.3跑到6.4了 后来我的朋友就推荐 我换了另外一个医生 他说 治糖药病比较好 后来那个医生 给我的建议 就像您说的 吃全麦面包 不要吃白米白面 然后加大运动 那我就 那一年 下了很大功夫 大概减了有20多磅 后来那个 我的那个 所有指标就正常了 就包括单骨唇什么 突然下来 但是血糖 这个还是没有下来 就是后来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这个医生 我现在一直坚持 他的那个 给我的建议 也是尽量吃 全麦面包什么的 可是我发现 我去年初 回了一趟中国 两个月吧 没办法像咱们在美国 吃这种全麦面包 又回去了对吧 回去了 但是长的也不多 就从5.9 长到6.0吧 我这次回来过三个月 我专门去查一次 那我现在感觉 好像我 那么长时间都坚持 不吃白米白面 光吃全麦面包啊 像 Brown rice这类的 好像没有起 多大作用 就在这个上面 你试试 你换一下 你那种运动的方式 或者是 运动上面 再多加一点点功夫 那我觉得我运动 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去那个club 基本上像您说的是 5天都会去 至少一个小时 有时候两个小时 那我就去年 特别去年坚持一年啊 也没有就是 那么下来 我最下来 最好就是 那次降了20磅以后 那个指标全下来 但是就糖的这个 血糖指标 还是没下来 你试试哪种 像蛋或坏的指标 是三个月平均的那个 就是A1C 对对对 对对对 就像咱们说的 很多人都有那个 二型糖尿病会转 就是我餐前 从来没有高过 就是餐后这种 我就觉得现在 到了一个平静状态 好像就像我医生说的 他跟踪这么年 也没办法就告诉我 说你就还这样吧 好像运动也坚持做 饮食也是这样 我觉得运动啊 饮食都做到 但是就始终回不到 那个就是正常 按我的年龄 他说是正常的 那个指标是应该5.7 就回不到5.7 但你在5.9左右 6左右 5.76 那我就想问你 就是说 因为我知道的 像我的朋友 也有这种状况 医生也是这种状况 你坚持一段差 下不来就算了 说你这个年龄 你6.0就6.0 没到6.5 还不算糖尿病 就这样吧 那像我们这种类型的人 还能做什么样 那你看看 你就是量 就是那种 碳水化合物的量 你虽然都换成全麦啊 什么的 那你看看 你的量 其实是不是吃的 不是最少 我觉得吃的 很少了 因为我的医生告诉我 他都不吃那个面 面包什么主食 我说我吃的那个面包 就手掌这么大 我吃一半吧 一片面包 一片面包吃一半 他说不对太多了 你只能吃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不是一口 很多碳水化合物 不只是米和面 就是说还常在各种各样 干豆啊 然后豆制品 奶制品 这里面其实都是有糖的 所以呢也是 有时候你可以建议 你可以去下一线APP 它会很精准地告诉你 你其实吃了多少克 因为有时候呢 就人就觉得 米就是面 我还以前看过一个病人 一个糖尿病人 他就跟我说 我吃的很健康啊 他说你肯定是 这个它是属于 完全没概念的那种 他hovy bread 他就觉得dye bread 他就觉得这种bread 吃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他一天吃好多好多 但很多人呢 就是说是 对那种 就像那种豆类啊 他们不觉得这里面 含有碳水化合物 其实豆子里面 含碳水化合物 奶制品里面含乳糖 也有碳水化合物 就除了米和面之外 就很多别的东西里面 其实还是含有 碳水化合物的 你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每天的摄入量 还有一个 就关于水果的问题 有些人 医生都建议说 水果应该在两顿饭中间吃 特别像我们这一类 比如雪糖很容易高 如果你水果加在饭里面吃 是不是不是很合适 刚刚有一位也问过 就说是水果 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我说最好是在餐前 满长时间和餐后比较好的 对那种餐后一点 对身体 就是说是对水果比较过敏的人 还有关于那个坏蛋骨唇的问题 很多人都说蛋黄 刚才也说到 还有比如五脏类的 咱们中国人说 什么吃肝呢 或者吃腰这些 好像补 这些又说 蛋骨唇比较高的 到底是 能吃还是少吃 蛋其实没什么问题 但是内脏啊什么的 一个是 其实内脏不干净了 特别干啊什么的 真的不太干净 第二个蛋骨唇真的很高 这个蛋骨唇真的是不太好的 还有就是 您刚才也提到那个皮类的 比如什么鸡肉皮 猪肉皮 你吃烤鸭 那烤鸭皮很香 还有鱼皮 都说这类皮类的吧 很毛的 就说好像蛋骨唇很高 不要吃 但是有的人又说 皮类要吃 因为你的皮肤 美容对吧 需要胶原蛋白 如果你不吃这些 你可能会皮肤很干燥 你可以把油撇掉一点啊 你干嘛连皮带油 一起吃进去呢 对吧 就是这类的皮到底是能不能吃 可以吃一鲜 看你针对哪鲜 如果 但是呢 就是你不要吃太多 肯定是不好的 就像你说那种胶原蛋白 什么的 你就算是皮动 你可以把油去掉 你就会好一点啊 好 谢谢您 记住 就是说是 特别是那些素食者 纯素食者 它们怎么能让自己的蛋白质 每天的那个 它们就跟米 跟豆类混在一起 因为它们都不是完全蛋白 当它们合起来 就是全蛋白 就营养就更好一点 可是同样的 回到您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那个 那个蛋白质 虽然是有补 可是那个淀粉 同样是已经很多在里头 对 所以要控制量 就不是觉得很健康的东西 我可以吃好多 对 特别煮粥 你们吃粥 每天一碗粥 那碗粥里面 其实很高糖分 有些人觉得 这个好健康 我可以吃个五六碗 三四碗没问题 那其实还是蛮多的 要控制量 再健康的东西 热量高的话 也是大家控制一下量 对 要知道 其实有很多东西 都是很多淀粉在里头 其实包括你们吃的豆子里头 也是很多淀粉 还有那个土豆啊 那些也是很多淀粉的东西 土豆就是纯淀粉 很多人都觉得那个 红薯也是纯淀粉 都是淀粉 是 其实刚才他提的那个糖尿 那个血糖的震动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也跟你空腹的时候 你吃什么进去也很关键的 而且跟自己 基因的相关 真的是 其实糖尿病跟基因环境都蛮那个 特别是跟基因很相关 有些人就是吃的还真挺不健康的 但他基因好强大 是吗 因为我知道如果饭前你喝一杯果汁 那杯果汁就里面就足够把你的血糖都冲上去了 所以我真的不太想饭前吃水果 因为那个糖分会影响你的血糖 可是那饭后我觉得还OK一点 因为你至少你一定垫底了嘛 你的那个血糖不会一下子被冲上去 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那个 糖 血糖 血糖还有跟那个发炎指数两个的关系 那个血糖你知道我们八小时以后 从血液上来测那些 我不是讲那个A1C 当然A1C比较好是三个月 那以前我差不多八九年都一直保持 差不多到107、108、109左右 那是稍微偏高 没有错 可是因为后来我有那个 有那个僵持性脊椎炎 那是一种发炎 那是一种免疫系统里面的不好 是一种发炎 他们是用两个来测试 第一个是用怀孕蛋白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用那个ESR ESR就血沉 他们中文叫血沉 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发炎指数偏高了 所以他会把那个血糖稍微拉下来 现在我都常常保持98、98左右 听起来是这个血糖 血血报告不错 其实那个发炎指数上来 所以我后来看到其他的文献在讲 他说身体的发炎指数 会把血糖稍微拉下来 那这一方面的相关 你有没有走一些资料让我们知道一下 就是说这种方面呢 我不是疾病方面的专家 我也不愿意多加的那个旺润 如果给不好的信息也不是很那个 就这种呢 我更建议你们去请教相关的医生 但是那你刚刚说到 就是说人体如果有别的疾病 特别有炎症的时候 你的血糖可能不是你的真实血糖水平 因为它有很多 因为这个血液嘛 如果这个血液 你想想这种血糖就是 特别是A1C 它是糖化血蛋白 如果你的身体里别的指数 在不停地影响这个东西 它有可能就不会反映你的真实水平的 谢谢 好 非常谢谢 那我们也今天也把这个时间 也到这里为止 那我们谢谢基于营养师 为我们今天带来这么好的一个讲座 我们掌声 谢谢他 也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